我們繼續 這個溫標的這個定義 就像剛剛講的定義的三個點 跟你上升溫很有關係的 還有它為什麼是32 這個原因就是定義這些溫度 大家講到說體溫948 這個背點是212 是根據它這個等間距往上移上去的 所以得到212 那華氏跟攝氏的轉換 這個你們國中就學過了 應該是國中就學過了 就不說了 那比較好記的原因 比較好記的方法 有時候會搞混 要比較好記就是華氏的刻度比較密 華氏的刻度比較密 然後32的原因是因為最低溫定義不一樣 所以華氏跟攝氏的轉換是怎麼樣 華氏第一個要先加32度 因為它刻度比較密所以乘以5分之9 這樣就會好記一點 對不對 總之華氏的數字就讓它變得比較多 就這麼定義 OK 好 所以我們就來 回來這個熱血的方面 溫度這個溫度要的定義大概有概念之後 我們就回來這個熱力學地零定律 那熱力學地零定律 我們要開始講的時候 我們要先講 怎麼去定義這個熱血地零定律 那它跟溫度有關 那怎麼定義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講 在熱力學裡頭 我們喜歡講系統 它具有許許多的這個 太 state 就是所謂的狀態 這個太 那譬如說 假設計算器在一個燒屏裡頭 它裡頭會有很多的聚觀的狀態 什麼叫聚觀的狀態呢 假設我不去看一顆一顆的原子 一顆一顆的原子 它有它的性質 它有它非 它有動量 動能 那是微觀從牛頓力學的角度去看 我們不看這些事情 這個燒屏 這個燒屏 它有許多 這個中和 氣體中和的表現 譬如說什麼呢 譬如說溫度 質量 這些瓶的氣體還是有質量的 然後壓力 還有體積 那這些溫度 質量 壓力 體積 這種東西就稱之為 它的太 或是它的太變數 Machoscopes State Variable 所謂的太變數 不是變態數 也不常看的變態數 太的變數 它叫什麼太 溫度是多少 質量是多少 壓力是多少 體質是多少 這是它的太 或是太變數 好 那我們說呢 一個系統 它會達到熱平衡 Somo Equilibium Equilibium是平衡的意思 Somo是熱的 Somo 達到Somo Equilibium 代表意義是什麼呢 代表是它太變數 隨時時間的變化 都不會變的 它是一個常數 Constant 隨時時間的變化 這些太變數都不動了 都是個常數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定義成熱學中的熱平衡 也就是說 誰一直變 溫度不會變 質量不會變 壓力不會變 體積也不會變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說 假設有兩個系統 彼此之間呢 它達到所謂的熱平衡 你把兩邊靠在一起 比如說 這個 把一杯熱水 放到一個碗裡 裝滿了冰 對不對 把它放進去 那熱水過一陣子 就會變冷水 冰可能過一陣子 就融化了 在過一陣子之後呢 大家體積都不會發生變化 質量 當然不會變 壓力也沒有變 體積可能冰 融水 變小一點點 那最後呢 但是呢 到達最後狀態之後 一直過一陣子 它都不會變 那種情況呢 我們就稱水 它達到熱平衡 那相當於 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稱它為 溫度達到平衡 也就是說溫度會達到 兩個東西 燒杯裡的這個水 跟外面的冰塊 會達到什麼 相轉的溫度 那就是達到所謂的熱平衡 我剛剛講的那個 想像的一個實驗 好 所以呢什麼叫熱力學 地理定律呢 熱力學的地理定律 簡單講就是 當你有兩個物體 分別與第三個物體 達到熱平衡的時候 則此兩個物體 也彼此達到熱平衡 好 聽起來很文言文 對不對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它 熱力學的地理定律 是溫度計的定律呢 他說兩個物品 分別與第三個物品 對不對 簡單講物品有ABC 反正白環的物品有ABC A跟C A跟C 達到熱平衡 B也跟C 是達到熱平衡的 所以呢 A就會等於B 這樣了解意思嗎 其實就是你們數學的平衡率嘛 A等於B A等於C 所以 B就等於C嘛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子嘛 那為什麼是溫度計的定律呢 很簡單 C物體就是溫度計 對不對 溫度計量到A叫22.5 溫度計量到B 也是22.5 表示A跟B溫度一模一樣 對不對 講白環 所以為什麼它是溫度計的定律 熱力學的地理定律定律的講溫度計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 兩個物體分別與第三個物體達到熱平衡時 則此兩個物體彼此也達到熱平衡 就是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 這個為什麼課本說 它為什麼這個假設是用在溫度計上面 就是這個原因 那溫度計的讀數就是所謂的第三者 第三者 那 所以 當然去量A跟B 甚至量C DEF都可以 反正每一個都一樣的話 那每一個都彼此達到這個平衡 這就是熱力學地靈定律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其實這個很簡單 可是這個沒有定義 我們後面熱力學講的 老半天都白講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 無法定義什麼叫做熱平衡 什麼叫做我的溫度跟你的溫度一樣 沒有辦法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當然 最基本的定義一定要有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你們很熟的這個定律啦 這個 這個 也許物理 物理很多公司都忘記了 Q10RT 可能你會記一輩子 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公司特別好記 特別好記 好 可是呢 他就是沒有E等MC地方有名 對不對 假設大家做什麼科學的海報 科學相關的東西 都會用E等MC 就不會有用P等NRT 奇怪 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來看 來 Idea Gaze的理想氣體 講理想氣體的狀態方程式 Equation of state 就所謂狀態方程式 好 那理想氣體的狀態方程式 其實你們高中都學過了 它其實有幾個定律組合起來的 第一個 波逸爾 波逸爾 波逸爾他說 假設今天有氣體 氣體 它體積是一個常數的話 他就定容的情況下去做 那溫度會跟壓力成反比 簡單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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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正比於什麼 講反 假設這個溫度是一樣的話 我的體積會跟壓力成反比 對不對 簡單講 V等於P分之1 或者是P乘上V等於某個常數 就是波逸爾定律 這個你們學過了 再來呢 查理和基里薩克他講什麼事情呢 查理和基里薩克講的是 假設我今天 今天我的這個 這個 壓力固定的話呢 那我的體積跟我的這個溫度呢 是正比的 所以V正比於T 那基里薩克呢 他說體積固定 那壓力正比於溫度 所以呢 P又正比於T 所以這幾個湊起來 PV等於常數 V正比於T P也正比於T 以這個來看 這有個東西正比於T 這有個東西正比於T 所以 基本上這邊 應該是個T的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最後中文字起來就寫PV等於NKT 當時是NRT 現在叫NKT N呢 是分子的數目 K呢 是波子版常數 知道什麼是波子版常數嗎 有聽過吧 那波子版常數呢 是什麼呢 1.381常識的負23次方交而除以K 那後面你們會知道 其實交而除以K 其實是三個單位啦 是三個單位 好 OK 所以呢 在這裡頭呢 我們會把這N 用小N乘上NA NA叫做亞佛加絕常數 有些比較老的說 會寫成亞佛加德羅 對不對 因為這個唸起來是Arganro 是所謂亞佛加德羅 對不對 那我們發現亞佛加絕 Draw 對不對 唸成Draw就是絕嘛 對不對 亞佛加絕常數 那6.02常識的23次方 每莫爾這麼多個 那 所以理想氣體常 理想氣體定義 我們就會寫成PV等於NRT 然後N是莫爾數 R是理想氣體常數 8.314 那T就是溫度啦 好 那這個呢 你們都很熟悉的 你們都知道 也都做過 好 那當然了 這裡頭另外提到一點 就是說 因為這個理想氣體定義 它其實暗示了一件事情是什麼 如果你的V正比於T的話 這個你們應該也有講過啦 那是否用某個溫度 會讓所有氣體的體積變成0呢 對不對 以這個數學式子 這個數學式子假設沒有下限 或者是有下限 有下限的話 這正比嘛 對不對 你總有一天 你V可以一直降溫 降到V的體積為0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呢 才發現了絕對溫標 對不對 絕對溫標 我的T 等於Tc加273.15 對不對 我們這個 用K凱斯溫標 凱斯溫標 就是Tc加273.15 對不對 才發現了這個東西 對 依照這個定律來說 那 現在科學上很多計算 都用K 來做這個溫度的定義 那日常生活中 我們比較習慣的 攝氏還是比較習慣 因為水 還是我們日常 人類最習慣的 這種溫標的形式 你說現在 你現在 今天溫度幾度啊 今天293K 你現在很怪啦 對不對 是不是 20度C 就20度C 對不對 比較習慣 好 所以呢 前面這個熱力學定律 定律呢 理想氣體 這個其實你們都學過了 那我們就來看 什麼叫做 Sermal Expansion 熱膨脹 那這個熱膨脹呢 是物質的一個很 很基本的一個現象 那它深層的物理呢 是由於它這個物質裡頭原子震動的非線性原因會造成它震盪 但是我們今天不會講這個東西 那你只要知道說我們的物質的膨脹 物質的膨脹 它的長度呢 長度的變化量 ΔL 等於α的L0 ΔT 什麼意思呢 ΔL等於α的L0 是我的長度變化量 物體的長度的變化量 α是線膨脹系數 那L0呢 是原長 好 物體的原長 時的溫度 等一下 那 第一呢 是 物體在原長時的溫度跟這個後面的溫度 也就是兩個的溫度差 現在的溫度跟物體原來原長的時候的溫度的溫度差 溫度差 那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底膨脹的公式 那 這一頭 這個系數 α叫做 coefficient of linear expansion 線膨脹系數 coefficient的系數 的意思 好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α定義成ΔL 除上L0除以ΔT 那你想想看 它其實它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上面 上面 上面 是什麼意思 上面是 我膨脹多出來的長度 跟原來長度的比值嘛 對不對 其實 其實這是一個什麼 長度變化百分比嘛 對不對 概念就是長度變化百分比嘛 對不對 隨著溫度的變化 我長度變化了百分比 那這個 這個樣的一個比值就是α 這是α 這樣了解意思嗎 你看這變化率 跟 物理量的變化率跟溫度的變化率 就是α 所以ΔL 像L0 除以ΔT就是α 那你要解它E 就會比較好記 比較好記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線膨脹的一個概念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我剛剛講的啦 好 那這個線膨脹呢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啦 譬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東西 這什麼 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水這個 你們就知道了 另外多畫一個這個東西 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膨脹啊 應用在什麼東西呢 應用在安全開關上面 什麼叫安全開關上面呢 很多 這個熱水器都有一個安全開關 或者是 有些東西呢 怕過熱都有一個安全開關 那這個安全開關 是這樣設計的啦 我假設有兩條金屬 它的熱膨脹率是不一樣的 那我把它兩條貼在一起 貼得很緊喔 那假設我今天去加熱它 譬如說外面這個金屬 它 加熱的 它生長率比較高 對 它阿法比較大 所以它生的比較長嘛 對不對 譬如它生的比較短 所以它就會往一邊彎曲 往一邊彎曲 那可以做什麼用呢 譬如說 有一些這個 烏龍絲的這個開關啊 烏龍絲開關 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保險室有聽過吧 對不對 保險室一般是 電流過大 因為它熱很高 就把它燒斷了 那烏龍絲開關怎麼做呢 烏龍絲開關 這可以插跳 或者是這個熱水器的開關 很簡單 我一個線路這樣子 對不對 那如果我現在放了一個東西 就是剛剛這種金屬 對不對 那今天呢 假設我通過去的電流很高 這裡電阻大嘛 對不對 就加熱它了 所以呢 如果溫度太燙 它就變成這樣子了 它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怎麼樣 是不是就斷路了 對不對 就斷路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功率 都可以算出來的嘛 你的功率是可以算出來的嘛 對不對 你們後面會知道這個功率P 錯了 我們後面講到P的IV嘛 對不對 功率 電流電壓 層一層 你就知道它多少功率 那這個功率 加熱金屬的效率是多少 升溫升多少 你就知道它就會生長多少 會被偏離這條線 就烤掉了 對不對 線就跳掉了 那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些線路啊 有些線路啊 不是你故意要做成這個樣子 而是呢 不小心呢 裡頭的結構 可能去擠壓扭曲會變成這樣 所以有些東西 機器啊 會這樣 跳來跳去啊 為什麼這樣跳來跳去 其實裡頭很多 類似這樣的一個構造 不是你刻意要去做的 這不小心 擠壓變形會變成這個樣子 有時候就會 是因為這個原因 它一接起來 短路了 又太燙 又翹起來 然後呢 會很冷去又回去 又短路了 就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這個在做材料的時候 有時候在做設計這種電路材料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問題 OK 所以這可以來做什麼 Temperature Sensitive Switch 所謂溫感開關 或者是拿來放溫度計也可以 像剛剛給你們看那個 乾燥相溫度計就是這個原理 它只 不過它只一個金屬 透過它伸長或縮短來 轉動指針 好 那除了線膨脹之外呢 流體 Fluid就是所謂流體 流體它也會膨脹 對不對 那流體呢 基本上它是個體積的東西 所以流體有所謂的流體的體膨脹係數 Sermal Expansion of Fluid 有一個體膨脹係數 體膨脹係數的定義呢 跟線膨脹係數的定義很像 ΔV等於ΔV0ΔT 它的定義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長成這個樣子的 好 那Δ呢 就是所謂 這個 coefficient of Volent Expansion 所謂的體膨脹係數 體膨脹係數 好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兩個有關於膨脹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這個 這個定容氣體溫度計 定容氣體溫度計 就是Constant Volent Gas Thermometer 那這個定容氣體溫度計 用起來其實 老實講是蠻麻煩的 可是在科學的早期 為什麼會用它呢 因為它有它好用的地方在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就是定容氣體溫度計 Constant Volent Gas Thermometer 簡單講它是怎麼樣 假設我們今天這裡 其實溫度計的探頭 溫度計的探測頭 就是這個綠色這一塊 就是這個綠色這一塊 要來的東西 譬如說泡在水裡頭好了 你想要測水的溫度 你想要測水的溫度 那這個 這個 你把這個 這個氣體啊 通過一個這樣子 U型管 接到這邊 那這邊灌什麼呢 灌水銀 灌水銀 然後再放一八尺 好啦 所以呢 我們今天假設 假設今天 我放在某一個液體裡頭 譬如說冰跟水 冰跟水混在一起的溶液裡頭 冰跟水混在一起的溶液裡頭 那 表示它溫度一定是0度C 那我讓這個水銀 外面灌這個水銀 使得它 這裡頭 內面這個水銀 停在某個特定的高度 譬如說我們定義它的為0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把它放到另外 放到另一片水裡頭 那氣體可能膨脹對不對 溫度高嘛 那氣體膨脹 就把它往下壓囉 它就往腹的地方走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從外面再倒一些水銀下去 那倒下去的時候 它壓力增加嘛 對不對 就把它壓回你這個地方 那我就要量這外面的這個差 這個差值是多少 由這個差值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什麼事情 這個差值 我們上學習有學過嘛 對不對 水銀拱住的這個高度 告訴你的其實是壓力差 對不對 我的p等於rhogh 所以呢 就可以畫出p對這裡頭 這個東西對應的溫度 可以去做一張圖 就是p t去做圖 那 你可以把溫度器放在冰水跟沸水來做校正 冰水 剛剛講的 這個冰水合在一起的這種容易 溫度一定是0度C嘛 那沸水呢 就一定是100度C 所以呢 100度C0度C 你可以看這個高度 就有兩個點嘛 一個是0度C的點 一個是100度C的點 一個是100度C的點 所以中間 你讓這邊水銀面 維持在0的地方 然後呢 這邊水銀的這個高度差 就可以用來做溫度的量側 所以就可以拿到這個pT圖 所以呢 也才發現說 喔 這個啊 某一個地方一定會到 這個做實驗的時候 這種溫度計啊 會有它的限制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到某個特定的溫度的時候 欸 你就量不到壓力了 外差 就量不到壓力了 大家後來發現 沒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氣體都液化掉了 全部都液化掉了 好 所以呢 科學它可以透過加入水銀 或移除水銀 來做這張表來量溫度 所以為什麼它做這麼麻煩的溫度計 因為有它科學上的必要 科學上的必要 現在人當然不會這麼搞啊 對不對 這個很費工 量溫度還要去弄水銀 水銀它有毒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不會去做這種事情啊 好 所以呢 這個過去 就是因為 它不管放什麼氣體 它都可以外差到一個 剛剛講的這個不合理的點 就是壓力等於0這個點 那可是呢 有這個點不稀息 稀息的是什麼 不管你放什麼氣體喔 這個學律外差都會交在 同一個點上面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所有的都會插在這個點 就表示所有氣體的地方 壓力都要等於0 暗示了這個溫度 會怎麼樣 會把所有東西的體積變成0 會這樣子喔 所以這是絕對溫度 這個點就稱之為絕對0度 比如說好像全世界的東西 不能比它還要低對不對 是不是 為什麼不能比它還要低 你不可以有負的體積嘛 是不是 所以表示說 這個溫度應該是 我們已知的這個世界 能夠達到最低的溫度 更低 體育必要變成負的 這就不可能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絕對0度的由來 好 沒有問題齁 好 那我們呢 這時候呢 講完這個了 我們就回覆來講這個熱脹演說 熱膨脹啦 剛剛講這個定動器裡溫度器 它還是基於這個熱脹演說的原因 可是我們來看 那線膨脹係數跟體膨脹係數呢 在熱膨脹裡頭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你們覺得體膨脹跟線膨脹 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 體膨脹跟線膨脹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線膨脹跟體膨脹 你們覺得應該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假設我加熱一個東西嘛 對不對 它當然會生長 但是它體積會變大 對不對 三次方 那本來要考慮它不是三次方 二分是三次方 或者是二分是三次方 你會講這個一定有一個感覺 或者是二分是三次方 沒有關係 講話沒有關係 講話很好啊 對不對 等一下練習會講話啊 是不是 有什麼想法就講沒有關係啊 有什麼想法嘛 正常我們當然是想說體積三次方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二分之三 好像有點道理喔 那道理是什麼東西呢 你說面怎麼樣 你的想法怎麼樣 面的那個方向我們不用管它 是不是 所以線膨脹跟體膨脹應該差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意思嗎 是不是 好像也不是 好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線膨脹係數啊 跟體膨脹係數 怎麼去做一個換算 的確啦 我們正常來想的應該是三次方 沒有錯 可是維基會告訴你 不是這樣子而已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α是這樣的定義 β是這樣的定義 那 實際上來說 我們來看看 怎麼去算α跟β 在一個isotropic 就是各項等性的固體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isotropic 就是它熱膨脹不會說 有地方膨的多 有地方膨的少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假設 一個物體 它這個cubic 是一個正方形 正方體 它的變成都是L 那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很神奇喔 體積是L三方嘛 這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國小就會了 所以呢 我體積的改變量是什麼呢 我的底V啊 底V啊 是不是等於3L平方的L 對不對 我剛剛學過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如果說是 底V除以V是什麼 是L三方 跟3L平方的L去相除 是不是 底V除以V喔 底V是什麼 底V是什麼 底V是這個 對不對 就放上面 那V呢 是L三方 所以把L三方除過來 我就得到什麼呢 我的底V除以V是3 底L除以L 好 照這一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呢 今天呢 依照我們剛剛 貝塔的定義 貝塔定義是什麼 貝塔V除以V嘛 對不對 就是V除以V嘛 對不對 假設我們取極限 所以呢 把這個東西除以底V呢 會等 相當於什麼 會相當於3倍的DL除以L啊 所以貝塔跟α的比值是3倍 不是三次方喔 是3倍 是3倍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今天如果給你一個 線膨脹係數 你應該可以 知道它體膨脹係數是多少吧 是不是 應該要知道這個事情 應該要知道這個事情 好不好 好有沒有問題